中国乒乓球队是中国体育项目中最让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 在乒乓球项目上 中国有数不清的优秀运动员 为中国体育贡献料无数的冠军和荣耀 在傲人成绩的背后 是众多优秀教练含辛茹苦的付出 针针教导的结果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教练 在2005、2012年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 多次率队拿到过奥运会合适锦赛的冠军 可谓战绩辉煌 但他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教练 不仅因为当年他与郭月之间的矛盾 还因为他的婚姻故事 这位著名的教练就是诗之浩 和很多著名的教练员一样 诗之浩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1959年出生的他最早是在铁道乒乓球队效力 1973年加入解放军队 右手横握球拍一面反交一面深交 快攻结合板圈的打法让他成长很快 1978年诗之浩进入国家队 并且当年就夺得了全国冠军 打法稳健 反应迅速是诗之浩最大的特点 1981年诗之浩和蔡振华联手 帮助中国重新夺回思维斯林碑 很多球迷知道 诗之浩的前期是上世纪80年代的 拼坛女皇曹燕华 当年他们的婚姻被誉为金铜玉女 家偶天成 1986年诗之浩 曹燕华这对情侣修成正果 步入婚姻殿堂 诗之浩和曹燕华这对金铜玉女 退役后很快结为情境之好 然后到德国发展 先是在德国俱乐部打球 然后是当教练 他们夫妻俩在德国生了一儿子 漂泊了九年之后 又开启了另一种角色的转换 新疆男女 在德国安华 相当的 然成为为这 难允疫 可是 读习阳